好,今集安東尼伸手上路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暫時性 可以立即修補到去水喉管 串流滲水的方法 有時候 我們的樽形隔氣 可能扭下去的時候太緊 會導致滅了一點,導致滲水 在這些情況,就可以用這些 魔術鋼膠搓勻 然後拿適當的份量出來 立即填補,五分鐘後就成形 一個小時後 它就會乾得到 這個版本就在水中用 很適合用來做去水喉管的修補 現在就跟大家示範一下 第一步,當然就是切 適量的鋼膠材 第二步,就把它搓勻 那你把那個去水管 例如這個隔氣位置 拆了下來之後 你會發覺這裡是小裂 你要怎樣做呢? 將剛剛 揉好的鋼膠 吞下去 吞下去之後 你就用少少力 壓下去 令到鋼膠 密封了整個裂縫 當你填好裂縫之後 在一個小時之後 它就可以完全固化 繼而發揮了功效 好 那其實修補去水喉管 或者張型格氣的裂縫 就這麼簡單了 那記得 這些行固牌的 魔術降膠 一個小時後才會乾透 所以一個小時後 你才好放水下去 對啊